公元304年 在今天山西吕梁 有一个匈奴人弃兵造反 搞出一个汉国 他要继承刘备的遗志 兴富汉氏 这时候是西晋八王之乱的后期 这匈奴人就是刘渊 那这事一听就很扯呀 你匈奴人怎么姓刘呢 汉氏江山和刘备跟你有啥关系啊 首先呢 这刘渊是南匈奴的 当时匈奴里面很多贵族都姓刘 这是刘邦当年跟匈奴谗余和亲嘛 嫁过去一个刘姓的公主 那这公主都不知道是真是假呀 那匈奴那边也不管你是真是假 反正这一支的后代 我们就姓刘了 这刘渊起兵的时候 又按母系这边算 那我们也有大汉的皇室血统啊 那真叫硬往上凑啊 他也发诏书 把汉朝的皇帝 从刘邦到刘备夸了一通 又大骂司马家 祸乱天下 这是上天要匡富汉士啊 但是呢 刘善之后 汉士没人了 那我刘渊就斗胆 继承大统 又尊后主刘善为先帝 这意思啊 就是我接棒蜀汉 宣誓要讨伐晋朝 兴富汉士 最后汉士是没复兴 五胡乱华 倒是他起的头 也是咱们这段历史里 第一个重要人物 现在有人管他的这个刘汉政权 叫第四汉 西汉东汉蜀汉刘汉 那咱们乍一听啊 你不就是用这个当旗号 争取汉人支持吗 其实也不完全是 这刘渊虽然是匈奴人 但他是高度汉化的 确实是一精神汉族 刘渊是匈奴贵族出身 很早就到洛阳当官 其实也是做人质 那从小就是汉文化教育 但凡带字的 人都读过 而且身高两米零六 文武双全 这刘渊能力有多强呢 那你看有这么两个事啊 当年司马昭 居然想让刘渊 做征讨东吴的总指挥 虽然这事最后没成 第二个事呢 是刘渊的父亲没了 他短暂的回到匈奴部落奔丧 处理丧事 这之前匈奴已经被曹操分成五部了 那这也是为了分化他们嘛 这五部匈奴 一见刘渊 佩服啊 就接触这么几天 等刘渊呢 都回洛阳了 这帮人一商量 秘密推举 他为大柴鱼 那我们都听你的 其实你想啊 从汉人这边看 那刘渊不但有文化 而且是勇武过人 那这么大块头 那在匈奴看 那我们都是操汉呢 刘渊这是北大高才生啊 不过呢 刘渊这么大本事 头几十年 毫无用武之地 这也就是因为他能力强嘛 又是胡人 朝廷戒备他 司马昭和后来的司马炎 几次想让刘渊带兵 那都是有人劝 非我一类 齐心逼意啊 拉倒了 如果没有八王之乱 刘渊自己都认命了 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什么五胡乱华 那更是没有这事了 但是司马家自相残杀 野心家们就有机会了 当时八王之乱 已经到决赛阶段了 就剩下两伙 那他们还请外援 刘渊这边的老大 是成都王司马颖 八王之乱的亚军 他一看对面 请来了县卑外援 慌了 那刘渊就跟他说 哎 没事吧 咱们也有外援呢 我呀 您让我回山西 我把匈奴兵带过来 这刘渊终于回到了匈奴部落 一说要出兵 大伙也不太情愿 那咱们干嘛给司马家 卖这个命呢 现在趁着晋朝一片大乱 那渊哥 你该带着我们 做呼喊爷铲鱼嘛 这呼喊爷铲鱼啊 就是南匈奴的创始人 也是王昭军的老公 这帮人的意思 就是想让刘渊 把这块地儿分裂出去 不做中原番薯辣 重新当草原霸主 但是刘渊说 胡喊爷这 哎呀 要干就干篇大的嘛 要学 也该学汉高祖刘邦 开创地业 就算干不成 赌霸一方 也能做魏武帝曹操啊 那刘渊这下就定调了 不去草原放马 改去中原正霸 他说行赴汉事 这当然是为了争取汉人支持 但也有他的个人志向 你看他的嗜好就很有意思 汉光文帝 那东汉开国皇帝刘秀 是汉光武帝 意思就是说王莽错汉 刘秀光复汉事了 刘渊是光文 而且他的性格为人 跟刘秀啊刘备也确实很像 那他喊着口号有用吗 还确实有用 大批民众知识分子 英雄豪杰都来归附 汉人胡人都有 当然关键也是靠同常帮衬 西晋这边已经打成乱世了 刘渊起兵之后的两三年 他也是历经图治招揽人才 投靠刘渊的这些人里 有两个大帅是极其重要 都是自己带着队伍来的 头一个就是那石乐石大胡 那石乐是杰族萧雄 那这位聊的 整个五湖十六国 不管你怎么排 他都能进前三 他后来不但是撑了地 开创了一国 而且是十六国里面 第一个北方霸主 那以后还会重点介绍 另一个叫王弥 那在当时名气更大 这王弥是汉人 而且家里是大门法 你躺在床上都能当官 但是这王弥呢 我不做贵恩代 我要自己创业 跟着人造反 还被打败了 又带了一匹人马 在山东落草为寇 王弥是智勇双拳 神出鬼没 江湖人称 王弥以王废豹 之前从山东到河南 边打边走 还差点攻陷洛阳 除了他俩 还有一个大将刘灵 他的重要性 也马马虎虎 关键这哥们是一逗逼啊 这刘灵是汉人 年轻的时候 就经常垂雄顿足 苍天呐 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大乱呢 就这么一号 真叫唯恐天下不乱 但是啊你想为啥这帮人 也不管什么民族出身 都来投靠刘渊呢 这正好要说一下当时的天下大事 五湖十六国初期 华为很乱 很多人看到这就劝退了 那怎么这么多割据势力呢 其实这帮人就是分成两拨 把阵营搞明白 形势就很清楚了 这两个阵营啊 就是八王之乱 最后的决赛对手 咱们就算一个红方 一个蓝方 刘渊跟的成都王司马赢算红方 不过这个时候啊 司马赢本人已经败了 红方就剩下刘渊自己了 那这个石乐石大胡 他一开始就是跟着红方起兵的 兵败了 他也只能投办刘渊嘛 王弥王飞豹 他是一直跟蓝方死壳 那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 而且他跟刘渊本来也有交情 那另一边蓝方实力看着就强大了 挑几个重要的说几句啊 记不住也没关系 反正以后还会出场 头一个就是在山西太原的刘昆 那这是个著名人物啊 文姬齐武的主人公 是当年最顽强的汉族英雄 后面也会单独介绍 挨着刘昆在今天河北津津的 是大军阀王骏 这个王骏不是灭东武的那个 但是也非常有影响力 他们两个呢 还经常拉拢东北的鲜卑 所以鲜卑也是蓝方 在山东地区 还有西晋最后的名将狗熙 这狗熙在前期那是见谁灭谁 那蓝方这么多人 他们名义上的统帅是东海王司马越 这司马越何德何能呢 其实啊 就是因为他是八王之乱 最后的胜利者 西晋朝廷是他控制的 蓝方这些人呢 都是拥护西晋的 那按说看这形势啊 整个天下蓝方是占了九成多 但是这帮人呢 是矛盾重重 内斗不断 反而是红方 那所有力量 还有对西晋不满的人 都集中到一块了 而且红方这领袖刘渊 也确实是能力出众 知人善任 这些英雄豪杰 在他手底下都是心服口服 这五湖乱华的初期啊 其实就是刘渊建立的刘汉 跟司马加的西晋决战 这十几年就是两条线 一条是刘汉跟西晋打 第二条是西晋跟西晋打 这第二条还是主线 那下期五湖规划路 汉晋战争片 且看龙争蜀斗 下期五湖区以后 不好意思 请订阅 独死的